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晚安 歡迎收看正常發揮 感謝所有觀眾朋友 在晚上九點鐘鎖定正常發揮 一起來關心我們大家都關心的事情 一天不見大家有沒有特別想我呢 有的話請打在留言板上面 來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晚安 大家晚安 馬來西亞的朋友 士林的朋友 你好 我看到很多的愛心 我很開心 火星的朋友 你好 住在火星上 要怎麼看呢 用小耳朵嗎 我還蠻好奇的 中華的朋友 你好 大阪的朋友 大連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烏西的朋友 馬來西亞的朋友 慧文君報道 歡迎你 昨天有點事情 深圳的好朋友 士林的朋友 有有有想想想 我也想你們 好不好 這個一天沒看到大家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 所以今天呢 就準備新的心情 要來跟大家 好好的呢 這個補足 昨天沒有見面的遺憾 好不好 鎖定今天的節目 保證精彩 各位 但是今天節目開始前 我要先帶大家看兩張 我從我的臉書啊 截下來的圖 我認為蠻有意義的 我相信今天這個日子 對我們很多忠實的觀眾朋友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 也非常重要的 好 我不曉得現場四位來賓 能不能猜到我在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誰跟我呢 這個心有靈犀一點通 知道為什麼我特別強調 今天這個日子 有人知道嗎 我想應該會 我相信應該有人知道 因為我相信有人的臉書會跳出回顧 告訴我們 四年前的今天 發生什麼事情 四年前的十一月二十四號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大家準備的兩張截圖好了 好不好 導播我們準備好了嗎 來 各位 這是四年前的十一月二十四號 中天新聞直播的畫面 來 2018年十一月二十四號 這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標題叫做 民進黨大敗 蔡英文辭去黨主席 魏劉賴清德 來 上面有票數 在這裡 侯友宜103萬票 蘇貞昌78萬 不過沒開完啦 因為後來他開了87萬好像 侯友宜是115 這個票還在開票當中 當時民進黨大敗 還有這一張啊 努力不夠 辜負大家 陳其邁冒號 以致電韓國瑜市長 大家有感覺了齁 有feel了齁 有發現了齁 為什麼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特別挑了這兩張截圖出來 我要提醒大家 不管2020了 但是在2018年的縣市首長 九合一大選 那個時候蔡依依 標題叫民進黨大敗 辭黨主席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讓他再大敗一次 再辭黨主席一次 當然啦 這一次的高雄市選舉恐怕 不如2018令人興奮 令人亢奮 令人期待 但是我相信台灣很多縣市依舊期待 能夠有一些不同的選擇 或者是延續現在 不要抗中保台的氛圍 所以提醒大家 兩天之後 也是很重要的日子 希望明年的11月26號 我也可以截兩張圖出來 告訴大家 去年的10月26號 大家做了一些很偉大的事情 所以這兩張圖呢 我就送給大家 就在我的臉書上面跳出來的 讓我這個蠻有感的 甚至呢 還跳出這個 4年前的今天 我們在高雄 跟很多好朋友合照啦 直播啦 這些畫面 這個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請大家記住 這個2018的氛圍 然後讓他在126 在4年後 4年又2天後 4年後的11月26號 可以有一些感覺 好不好 謝謝大家 來 我們先介紹來賓 首先先介紹 帥王明 帥將軍 各位大家好 另外是蔡正宏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高成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來賓 霍永哥 我保證單身廣兩天後截不到圖 怎麼可能還有這種圖 沒有了啦 沒有啦 沒有 不可能 不會大敗 不會那個 吃黨主席就對了 你一開場就讓我心情不好 沒關係 我跟你講 霍永哥 我只要結一張陳時中第三名 不是 我只要結一張陳時中 這個哭哭 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不好 其他地方我不在乎 台北市我很在乎 很重要 請大家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說支持誰啦 但請大家要記得出門投票 來 我們看今天的封面電視牆 後面我們再來談台灣啦 我們前面依舊從國際開始 很多人說 為什麼不談國內 為什麼談那麼多國際 各位 我也老實說 因為我始終覺得在談台灣的政治 或台灣的選舉的時候 有一點力不從心 撇掉選舉啦 過去剛剛給大家看這個截圖 那是一個很自豪的改變 尤其是在高雄 對吧 尤其是民進黨2016上來以後 不停的搞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 想撕裂 想要製造對立 那是讓我很不舒服的 有了高雄這樣子的翻轉 我們會覺得媒體的天職 我們是有存在價值啊 哪知道從2018年之後 你要是敢講 我就關你節目 你要是敢講 我就把你電視台關掉 你再講 我就上門插你水表 警察把你帶去問話 然後罰你錢 然後判你刑 然後在網路上網爆你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 那我們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你怎麼罵 民進黨也不改變 你怎麼講 民進黨依舊抱著 美國的大腿拼命舔 怎麼辦呢 那我們看看國際吧 各位 台灣其實很多的現狀 台灣取決於中美之間的互動 我講難聽一點 確實是如此 人家席拜會談台灣 有把你拉上談判桌嗎 說事後要跟你報告 兩天前 吳釗燮說 還沒 美國還沒跟你報告 報告你個頭啊 你有看到老爸跟兒子報告的嗎 他根本不理你啊 為什麼我說台灣很多狀況 取決於中美 因為中美好 台灣有一條路 中美不好 台灣也有另外一條路 既然在台灣 我們講不動民進黨 拿民進黨沒皮條 那我們看看國際 起碼你可以期待有一天 美國不再是世界的霸權 起碼你可以看到中國正在崛起 你可以看到美國會怕 美國會說 而把中美關係反映到台灣 也許會比單談台灣的口水 罵來罵去 什麼在廁所偷龜啦 什麼路上被比中指啦 按喇叭啦 叫你髒話啦 我想有意義的多 請大家能夠理解 好不好 來 才跟習近平健晚說 中美要好好相處 現在拜登總統怎樣 關門放狗嗎 不是開門放狗嗎 最近有個消息說 拜登總統打算在麥卡錫 這是准重議員議長 絕對沒問題 就是南板裴洛西 南板又比較年輕的裴洛西 而且南板比較年輕 還更反中的裴洛西 如果他要到台灣來 拜登不管嗎 拜登要放任他來嗎 我們今天比較一下 當時裴洛西要來 拜登政府的說法 跟麥卡錫要來 拜登政府的說法 然後我要幫你抓出貓膩 拜登又在胡說八道 他就是想毀掉 習拜會彼此間的默契 那麼OK你想毀 那大家就來毀吧 看看美國現在內部的問題 不但是經濟通膨失業率 而且美國還專門替他的盟友們 製造問題 第一個我要帶大家看看的就是 超先半島的局勢 最近我們看到金正恩帶著女兒出來 絕對不是偷生的 哎呀 長得一模一樣 頭髮變長 年紀小一點 連臉型都圓得一模一樣 還蠻可愛的 帶著他的這個白頭衫 應該是第四代了 金日成 爺爺 金正日 對 第四代 白頭衫的純正血統出來 跟大家say hello 最近北韓也射了很多的飛彈 而且不斷的對南朝鮮 也就是南韓做了很多軍事上面的威脅 到底為什麼呢 金與正 金正恩的妹妹出來講話了 他說這不見得是南韓的問題 這是美國搞的 我們一直都是衝著美國而來 偏偏你選了一個隱席月 不顧人民反對 不顧人民生活 死命巴著美國 那沒辦法 你們這一些 美國叉叉 這個我就不能講出來 這個我不能講出來 你們這些美國叉叉 你們這些白叉 韓國跟著美國 那你們就是一群笨蛋一起找死 除了韓國之外 在歐洲不也是嗎 跟著拜登 先在俄烏戰爭 輸了一屁股 輸到脫褲子 能源沒了 傻也沒了 天然氣沒了 冬天冷個半死 然後俄烏戰爭之後 企業受不了 美國在優惠措施招招手 現在歐洲想反制 想反攻 來得及嗎 來 馬克宏 跳出來 要當家做主了 搞了一個 美國版的鴻門宴 對美國的鴻門宴 現在說要把這一些歐盟的國家 甚至歐洲企業 召集起來 反抗美國 來得及嗎各位 鎖定今天正常發揮 我們看今天的第一張電視牆 來 又來 你再搞沒關係 你繼續弄沒關係 不敢挑釁本色 記不記得啊 雙方拜習會 我前天才講 哇氣氛融洽 彈出成果 結果一轉頭 美國那個 狼子野心根本沒變啊 來 這是白宮的這個 戰略協調官 Kirby 就是白宮的發言人 國安會的發言人 他被問到 說這個 如果麥卡錫來 白宮會作何反應的時候 他提到 他說 習拜會不意味著 中美關係重置 那麼兩國仍有分歧 存在緊張關係 所以無論誰當選下任的眾議院院長 拜登都會繼續支持這些國會的議員 包含議長出訪海外 而出訪的地點 包括台灣在內 各位 他是用支持喔 他是用支持喔 所以你要去 我會支持你 我讓你去 是這個意思嗎 來 我們回顧一下 當時裴洛西要來的時候 拜登總統怎麼說 他說 那是裴洛西自己的決定 不關我的事 然後現在你說要支持 當時說不關你的事 所以難道面對麥卡錫 拜登的態度是比 對待裴洛西更友善的嗎 更直接的嗎 更願意支持的嗎 很值得難人詢問 來 裴洛西自己的決定 造成了什麼結果 記得吧 危台軍演 四枚飛彈 越過台灣上空 還有好多的戰機 飛越海峽中線 而從此之後 海峽中線 就不存在了 對吧 然後 中國還三取消五戰艇 斷了八項合作 包含軍區對話啦 工作會晤啦 軍方的 海上的軍事安全 磋商機制等等 另外非法移民啦 行事互助啦 跨國打擊犯罪 禁毒 氣候變遷 也通通都暫停 這是中國大陸的做法 好 各位 你讓裴洛西來 導致了台海局勢緊張 那我就好奇 請問美國當時做了什麼 記不記得我表演的那一段 雷根號 跑啊跑的 跑啊跑的 對啊 我沒有看到 美國對台灣 有任何軍事上的支持啊 來 共軍 內峰台 軍演 這個美軍的雷根號 卻越開越遠 耐人尋味 這是聯合報的標題 各位 它不是越開越遠 不是耐人尋味 它是躲回日本母港 也沒什麼耐人尋味的 就是它根本不敢跟中國大陸 硬碰硬 各位回顧一下 思考一下 當時裴洛西來 美國爽了一下 裴洛西賺了一把 中國氣個半死 但倒霉的是誰 是台灣啊 而現在的白宮已經告訴你 如果未來 共和黨的議員 議長還要來台灣 拜登會支持喔 好像 我不是第一次在這個節目 有提到了 雖然習拜會見面 雖然習拜會已經見面 雖然看起來 中美關係 有一點點的在 鬼暖的樣子 但基本上兩個干擾的因素 還是一直都存在 就像兩頭灰犀牛一樣 你看得見 但是什麼時候衝過來 你還不太確定 第一個就是麥卡錫 麥卡錫在美國的政壇上 向來就是以反中建廠 他現在不只說要訪問台灣 他更說要在美國眾議院裡面 設立所謂中國特別委員會 專門要來想辦法修理中國 來破壞中美關係 這是他一再宣稱的說法 那對於這個他要再次的 來台灣訪問 現在拜登政府的態度 就是很重要的 拜登上一次在佩洛西的時代 他說因為是同黨的自己 民主黨的這個眾議院議長 所以他說 哎呀 我有找這個國王部長跟他講 希望他不要去 我也有找國務卿跟他講 我也有找了國家安全會議的蘇立文跟他講 不過老太太都不聽話 那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對 是無可奈何的態度 但是今天他的白宮官員竟然講支持 這不是一個無可奈何的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你如果說真的不贊成他 來訪問台灣的話 你大可以講說 跟我不同黨的 這個我沒有那麼贊成 這個跟我的想法不一樣 你根本連飛機都不要給他 同黨不方便 那你自己搭明堂機吧 你自己去搭包機 那這個時候他拜登更容易怎麼撇清啊 可是他現在 雖然不是拜登親口講的 但是白宮官員這麼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在裡面 我們可以慢慢的觀察 觀察的重點說 好吧 你如果搭明堂機到台灣的話 這個好像 中國大陸的反應起來也有點怪 就一般旅客吧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搭的是 美國的這個政府專機 或者是美軍的專機 那到時候又來個航空母艦護航 那這個解放軍到時候是要原力辦理呢 還是有更積極的做法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 他來台灣訪問解放軍的反應 或者大陸的反應 又會是把中美關係推到 比以前說不定更寒冷的地步 那現在中美的之間 已經有好幾項會談 聽說在這一次的 大陸的國防部長魏鳳和 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最近在東盟見面的時候 談啊談啊兩方面 也要把這些會談這些協商機制 慢慢的恢復 有這麼一個說法 那如果賣卡錫來了以後 是不是我們又會看到他們 雙後面又關掉了 非常有可能 對 所以表示說美國 政治內部的這種 政治結構的高度不穩定 也反應在中美關係可能 時而怎麼樣高時而低 那我就要半開玩笑說 台灣現在高興這兩天說 股票有點漲 那如果接下來這個問題 沒辦法處理的話 可能股票漲的幅度又會跌回去了 那股票漲跌是勢小 但是對於中美之間啊 這麼不穩定的一個起起伏伏 對於台灣內部呢 就會產生兩種效應 當這個習近平總書記跟拜登總統 在東南亞會晤的時候 這個的確的 蔡英文啊 態度啊縮小了很多 台獨勢力的猖狂怎麼樣 也衰落一些 收斂了一些 收斂了一些 講的語言更精準 但是如果是賣卡錫來的話 又是一個大補鐵 對這個民進黨也好 對台獨勢力也好 又有一個很大的刺激跟鼓舞的作用 那又會使得兩岸關係啊 再度的緊繃 那上一次是裴洛西啊 離開台灣才開始圍倒演習 那這一次是不是會發生 就是他還沒來了就先圍倒演習 不讓你降落 會不會產生這種情形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 各方面就會弄得很僵 兩岸關係中美關係啊 就像在鍋子裡面在火烤 會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都很難去預測 真的 所以我說 這個委員長對不對 你說台灣能夠決定什麼 對不起 我們這個說句老實話 都是中美在決定的 中國怎麼做 美國怎麼做 決定台灣的政局走向 決定我們的生活安不安定 決定民進黨有票還是沒票 不是嗎 所以多關注國際局勢 好我剛剛說了 拜登你真的忘了 裴洛西串台的教訓嗎 還是說各位 其實裴洛西串台 根本是拜登在後頭支持的 我們常常講 美國才是最希望 兩岸開戰的國家 不是嗎 那如果上次搞了裴洛西 哎呀沒成功啊 習近平忍住啦 可惡啊怎麼辦 那就再派一次嘛 那剛好要選舉了嘛 還是不同黨的嘛 哪個理由我管不了他 他跟我不同黨啊 沒辦法 為了這個政黨和諧 我只能支持他 他要飛機 我給他飛機 中國別生氣 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麥卡錫來 各位我認為他不會 只向裴洛西走馬看花走一走 帶兒子來騙騙錢 可能會有更多激進或激烈 支持台獨分子的言論 那到時候恐怕就沒那麼簡單 而這個沒那麼簡單 會不會正是拜登的意圖呢 畢基別忘了 他如果明年來事情搞大了 破壞關係了 搞不好對拜登2024的連任 民進黨2024的大選 是有力的啊 激了中國大陸做些什麼 抗中保台 抗中保美的牌 又可以一路打到2024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盤算呢 來 中國大陸也不是笨蛋 直接提出警告 王毅就說 中美要討論台灣議題 是因為美國干涉了中國內政 美方不要讓局勢發展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呢 習近平也曾經 借烏克蘭的危機 是不是在暗示台灣問題 他提到衝突沒有贏家 複雜問題沒有解決辦法 大國必須要避免對抗 這都是中國大陸擺出來的態勢 但對美國好像不太管用 來 各位 明年麥卡錫上任 很有可能馬上來訪問台灣 但你別忘了 其實在拜習會的時候 也談了一個誰要來台灣 叫做布林肯啊 所以很幽默啊 你當時告訴我 派我們的國務卿去中國 我們還在猜會不會是在安排 這個拜登總統後續也想訪問北京 結果同一時間 麥卡錫上任之後 會不會也跑來台灣 一個去中國跟你打好關係 一個跑來台灣 胡搞瞎搞 兩岸關係 中美關係 你美國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呢 今天還有一個有趣的觀點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剛剛我已經提到的 其實啊 拜登總統 你管不動裴洛西 第一個他年紀比你大 第二個他資歷也沒你差 第三個 他在美國民主黨裡面 也算是有權有勢 含水會結凍 你不敢得罪他 不好得罪他 不想得罪他 不願得罪他 我們可以理解嘛 可是共和黨 亮哥大使早就說過啦 你要處理共和黨還不簡單啊 對不起 不給你行政專機 要嘛去買機票 要嘛自己包機 你是民主黨的總統 你大可做些事情 可是現在你講支持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支持一個跟你不同黨的 眾議長去搶走你 抗中保美的招牌呢 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對吧各位 來 記不記得麥卡錫上任之後 除了說要對付中國之外 共和黨也已經放話 要做兩件事情 什麼事情 第一個 要搞拜登 包含你的緣無計畫啦 包含你為什麼可以搜查川普啦 包含你怎麼可以調查這個國會 白公美國國會 被這個佔領的案子啦 等等等等 這第一 第二 記得吧 還說要去調查 拜登他兒子的商業交易 尤其是所謂的通烏門啊 拜登總統當副總統的時候 被歐巴馬指派處理烏克蘭問題 他兒子就跑到烏克蘭投資啦 而且還賺了不少錢啊 從來沒出現 從來不用去 掛個董事 收盡大把大把的鈔票 面對彈劾危機 面對兒子要被調查 拜登在共和黨 贏得選舉之後 講過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 他說我要跟共和黨好好合作 我們要好好合作 一起抗中 當然要好好合作啊 你還敢去對付共和黨嗎 你敢不聽共和黨的話嗎 彈劾等著你啊 就算你沒事 你兒子也會有事啊 我講難聽一點喔 這個拜登家族 也就剩他這條血脈了 沒啦 是不是 來 張軍 前天就在你這個節目講 中美那個表面那個和氣 我根本就不認為是真的 我講嘛 拜登要想延續他下一次競選 他是不是要更加反中 他要跟共和黨比嘛 前天我就講 就這個議長來 來 去打臉啊 你拜習會能講放什麼屁話 對不對 都假的 都假的嘛 而且這一次拜登 有意就是讓他 再去試探一下中國 你看 他看準你習近平和王毅講話 都比較軟 還在期望 好好大家坐下來談和談 就是一試再試嘛 這一次就跟我上以前講的 又是一個誰是膽小鬼的遊戲來 對不對 航母也來 飛機也來 你每樣坐 對不對 難道說 在你航班的時機內 我先搞軍演 要不然的話 這個臉打下來 中國大陸受不了啊 上一次已經徹夜不睡覺 很多中國大陸關心這個事的人 就在等啊 是美國飛機臨到台北市呢 還是國軍的飛機出去護航呢 還是老共的飛機到了台北領域呢 你想想看 這個事情擺的是 讓中國大陸很難纏的一個問題 而且往後 拜登想要兩年後選舉 他反中會反的比共和黨還厲害 共和黨就是拿這個議長 打你拜登也打你中國 所以對他們來講 做這種事情都有利 對台灣來講是極端的不利 對中國大陸來也是受到測試 怎麼樣 你對這個事情怎麼反應 所以布林肯能不能去 我覺得有問題 那個想恢復那些管道 算是最簡單的做法了 但是如果這個議長在台北落地 那這個震撼力就可大了 對不對 所以我講嘛 哪有什麼好 這個外交使命有什麼可以信的 我從來是看行動不聽話 不聽講話的 那漂亮話誰都會講 你看選舉到來 愛台灣啦 對不對 愛台灣對啦 愛台灣對啦 台灣對啊 自己把台積電都賣掉了 連假都賣掉了 你愛台灣是這樣愛了嗎 插話我都想講 張軍你會覺得這一次假設 我們當然希望 這個大家可以這個 有個共識 但假設麥卡錫真來 中國大陸會有比這個 八月的圍台軍演 更激進的手段或措施嗎 那要不然你怎麼維持你一定 一貫的立場 再三強調 核心利益的核心 不可觸碰的第一條紅線 不可觸碰的 紅線中的紅線 人家都快要做bypass了 對不對 這張導管已經沒有用了 對不對 心臟都快停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老徐的威信怎麼維持 對不對 你看這是 針對白宮的講話 這兩 王毅的回話跟他的回話 還在希望和平 那拜登如果說真的想維持好的話 不派飛機不派航母 對 這很簡單的做法 對不對 你要跟共和黨鬥 你也就放開手鬥 我看不會啦 因為反中是他們的戰略利益 這個大前提不會改的 是 這個 將軍這句話我喜歡 放手跟共和黨鬥嗎 不行啊 報告將軍不行啊 鬥了我要面對彈劾 彈不掉啦 但我很煩啊 我兒子搞不好抓去關啊 戰場 打官司的戰場 川普也危險啊 對不對 怕什麼啊 你總有兩路來襲 你要兩路距離 我跟你講張軍 那代表什麼 拜登被彈劾 彈不掉啦 只是很煩 因為參議院在他手上嘛 他獻譽的總統 對 只是很煩 可是代表拜登 知道自己兒子問題很大 恐怕真的會出事啊 美國人負責自行 不像中國人那麼重 真的啊 我又錯了 那就 我們就等著看看 杭特拜登 到底會被共和黨 弄到什麼程度 遲早會被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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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等著看好戲 總統還有一個保護服 他沒有 他沒有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